看起來 這是不是可以看出 民間的反應是對於大陸管控的不滿嗎 或是對於民主的意識 在這幾年來是不是有更為高 講你的觀察 像崔劍他就是出名的歌曲 不只是一無所有 他還有南寧灣 南寧灣也是比較知名的 南寧灣他背後是有個故事 就是南寧灣他的地點 其實是在陝北的一個 三五九旅那時候開墾的一個地方 那時候的旅長是王正 王正之後當上了中國國家副主席 那時候 崔劍那時候就改編了南寧灣 然後就是要在北京的演唱會那裡演唱 那時候主辦方也非常 就是有邀請了王正 然後去那裡聆聽 那時候也有討好 要討好王正的意思 因為南寧灣是歌頌三五九旅 然後王正他是三五九旅的旅長 那沒想到那個王正他聽到了那一首歌 把他改編成搖滾風的之後 他震怒 沒有想到說那個 怎麼歌曲原本一個這麼嚴肅的 然後是一個正面的歌曲 然後用搖滾方式去詮釋之後 變成一個 讓他聽起來非常震怒 然後那時候他就不要那個 崔劍然後之後再表演 然後再用一個方式來唱這首歌 那他認為說這是一個不能不類的方式 那現在崔劍他的整個發展是在1985年那時候開始崛起 然後開始大紅 到了又是那時候 不過他那時候大紅之後 現在民間對他的 比如說支持度 還是一樣 很熱烈嗎 現在是有點削弱 他現在形象有點跟羅大佑一樣 就是他算是過氣了 但是他的經典歌曲還是一直被傳唱 某種時期的精神指標對不對 對 好今天非常謝謝您來到現場為我們分析 感謝您 好謝謝立文